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集影片由白翼赞助播出 这一次呢 要来开箱一个据说超大只的小鹰 而且它是白翼帮我从日本二手商店买回来的哦 白翼的网站上面有非常多的合作店家 注册超方便 可以非常快速的用FB 雅虎 或者是用电子信箱注册 再简单的填个资料 新增付款方式 就可以大肆的购买啦 我自己还有多下载i2白翼 只要先找到店家 输入或贴上关键字 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 按右上角的i2白翼 加入购物车 然后就可以进去自己的购物车里面 结账下单填资料 然后你就等着货物到啊 我自己呢 本来这次是想从亚马逊上面选东西 再请白翼帮我代购 可是因为亚马逊或许自己摸索一下 就可以买了 可是呢 日本的二手商店却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不一定二手商店都可以寄到国外去 那我这次选的郡和屋呢 就是白翼里面合作的店家其中之一啊 我看到了一只我之前很想下手的小屋 但因为它是二手商店嘛 所以价格就没有全新的这么贵 但这一只大概还是要三千多块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三千多块的品质是怎样的吧 代购大爱 嘿嘿嘿 哇 哈哈哈哈 真的很大的感觉 其实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只耶 好险不然我也没有地方放 而且它说它是二手的 其实我这样看看不太出来 全部原装都还在啊 贴纸都还贴着 打开啰 它蛮重的耶 这边直接给你一个洞可以看它的脸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最初的那根魔杖 还有第二集的星星魔杖 现在的那个透明拍片我就还好 因为它的那个叫什么飞翔啊 以前小鹰飞翔不是后面有翅膀吗 那个杆子 之后是不是变成它的背后可以长翅膀 那这次透明拍片的飞翔其实变成蝴蝶结 我觉得有点难过 这次看起来有点奇怪啊 好啦好啦 小鹰米不要生气哦 登登 它后面有两个大翅膀耶 我们先看本体 先看本体 超有质感的 而且不是那种非常塑胶的材质液 头发做得很细致耶 不过它也有内裤 里面连底部啊 内部的那种细纹条 每个地方都没有马虎耶 等一下 有一股KTV的味道耶 小可 它的翅膀都做得有点透明透明的 它还有一个翅膀 是我刚刚喜欢的翅膀耶 装在背后的吗 看一下 我没有看到耶 都可以拔吗 这应该不能拔 哦 装在这儿 就是 大翅膀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 这个超白的 但其实它这边有一点点黑掉 但是真的不差啦 其他地方都保养得不错 只不过有一股烟味 KTV味 这里有一个小洞 把它插进去 真的有飞翔的感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啰 喜欢的话欢迎帮我按个喜欢 更喜欢的话欢迎帮我按个订阅 各位有人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